过山车我们都不陌生,但是你见过有人穿着滑轮鞋从过山车轨道滑下的情景吗? 这不,这位外国牛人就是这么玩的。 很多人都说这种玩法很危险,很疯狂,但是老外偏偏不信鞋,就是要作死挑战。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,难怪外国人那么少了,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这位牛人就是来自德国的德克尔尔。 德克尔尔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死门手,这次他更是把目标对准了过山车轨道。 为了完成这次挑战,他特意定做了一双滑轮鞋。 这双滑轮鞋是专门为嵌合轨道而设计的,所以在稳定性和流畅性方面,大家都不用担心。 除了打造滑轮鞋以外,德克尔尔还专门对自己的体能进行了强度训练, 为的就是避免在高速运转时产生阴线的症状。 一切准备就去后,挑战正式开始了。 当德克尔尔站上轨道的时候,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 据说在这次挑战中,他的滑行达到了90公里,整个过程惊险无比。 不过好在,他的训练没有白费,苦没有白吃。 这次挑战最终还是圆满的成功了。 在这里,萱萱不得不佩服这位大叔的胆识。 网友们,你觉得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挑战吗? 好了,本期的一轩科技到这里。